踏入十月份了,配合万圣节的到来,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都会按照传统举办超级南瓜大赛,要评选出最重量级的大南瓜。 来自全美各地的南瓜种植者为了取得胜利,每年他们都会下足心思,想方设法要种出最大、最与众不同的南瓜。 话不多说,马上来看看这场南瓜界的选美大赛。 穿着南瓜装的狗狗,可爱的宝宝,还有活泼的南瓜吉祥物,没错,这里就是美国加州的超级南瓜大赛现场。 全美各地的南瓜种植者纷纷带上自己骄傲的成品来到现场比一比,话你看看,光是这颗南瓜,就需要三名员工和神手的帮助,才奔得懂。 2169,2170,2169,2170,本年度最重的南瓜就是这颗。 重量达2170磅,相等于984公斤的大南瓜。 这名抱走冠军头衔的得主,已经是第四度成为南瓜王了,而这全靠老天爷赏脸。 这几个年约都很高兴,如果你是个泰国生育者,是一个很好的改变。 当然,这么一颗大大大南瓜,也少不了农夫长期的细心照顾,那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这颗大南瓜呢? 几千人会拍摄照片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第一次做的事,让我们拍摄照片,让人们拍摄照片。 当这个节目结束,我们将会拍摄照片在前面的房子。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